第十三章 髋关节不太偏差 髋关节在多个方向都有运动 实际对所有平面上的功能障碍都很敏感 评估髋关节病理状态深层次的复杂性 是其作为下肢和躯干之间枢纽的作用 不正常的髋关节功能可通过大腿或骨盆 以及间接地由躯干的立腺排列异常表现出来 骨盆运动可能伴随着大腿位移 保持静止或反方向移动 这取决于躯干间关节的活动度 因此在评估步行功能时 大腿的功能分析应从骨盆的运动中区分出来 观察大腿相对于直立腺的角度 可以确定下肢正在进行的运动 然而这两部分的功能模式 受到的姿势需求和髋关节力学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其控制肌肉的运动和活动 使状面存在的步态异常包括过度区区 区区受限或回缩 在其他平面的异常主要是 过度内收、外展及水平面旋转 使状面过度活动、过度区区 定义宽关节、大腿、区区角度大于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 抽屎着地、承重反应期、支撑向中期、支撑向末期、摆动前期 功能意义 在支撑向 过度的髋关节区区增加了对深宽肌和股四头肌的需求 除非躯盖带长已降低需求 在摆动向中期 过度的髋关节区区 常不用来帮助实现过度褶趋时的足扩倾 根本原因 髋关节区区蓝缩 卡金素蓝缩 区宽肌蓝缩 带长过度的膝关节区区和踝关节背区之声向 髋关节疼痛 单下之支撑 带长摆动向中期 踝关节的过度折区 在承重反应期 当体重快速下降至被拉长的肢体 髋关节过度区区大于30度 增加了对深宽肌的需求 此时髋关节更加区区 增加了足与地面之间的摩擦要求 使滑倒事件更容易发生 在支撑向中期 髋关节过度区区 可调整骨盆或大腿的力线排列 介绍三种临近关节处的滋势性错误 驱干前倾 腰椎前突和伴随踝关节背区增加的膝关节区区 骨盆前倾 是一种用于适应受限的骨盆 和大腿间活动范围的机制 在支撑向中期 骨盆前倾使大腿前进超过小腿达到直立位置 膝关节完全伸展及大腿直立 驱干向前也使身体重心置于宽关节前方 这增加了对身宽肌的需求 减低屈肌杠杆至最小压力值的方法是 允许骨盆前倾 并利用腰椎前突保持躯干直立 除非脊柱异常僵硬 否则 髋关节区区15度 很容易被脊柱适应 但更大的身宽散失 开始与脊椎活动度被拉紧时 骨盆前倾 持骨连壳向下运动一度 按比例地将腰椎的基座 腰底关节移动至比宽关节更前方的位置 为了将身体重心重新调整至宽关节上方 脊椎必须增加其弧度 将驱干拉回相等的距离 由于无法提供足够的腰椎前突 身体重心向量移至宽关节前方 这相应的需要更高水平的身肌活动 宽关节和背部 一般来说 由于脊椎发育过程中 吸收了更多的姿势性压力 儿童会比常人腰椎更加前突 尽管存在固定性宽关节曲曲 膝关节曲曲时 可使大腿向后方倾斜 进而使骨盆保持正常的立线排列 因此在支撑向中期 屈膝的姿势是适应 宽关节伸展不足的替代方法 然而 这不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区区的膝关节 必须通过增加股四头肌的控制 来维持稳定性 同时需要和关节过度背驱或足根提前抬起至前足 以适应颈骨倾斜 身体的向前行进 明显受限 在支撑向末期 大腿后身的立线排列及宽关节过深 使宽关节过度曲曲对功能的限制被放大 因此 在单支撑向结束时 患者通常会发现两种功能上的缺损 骨盆前倾以及大腿向后伸展的姿势丧失 骨盆前倾 持骨联合向下 和与之相关的腰椎前突是第一个改变 当脊椎活动受限 遭遇挑战 大腿后身位置的程度减少 膝关节区区可能会增加 以减低髋关节活动不足时的身肌硬力 髋关节伸展不足也缩短了对侧肢体的不长 摆动前期是一个过渡时期 承重的困难会随体重被转移至对侧肢体而继续减少 最常见的起始姿势通常代表了之前的支撑向 髋关节过度曲曲的持续存在 有时 当体重转移至对侧足是下肢解锁 便使之前的持续紧张的趋肌放松时 大腿出现了快速的向前行进 在任意情况下 为了实现摆动 髋关节区区会提前发生 在摆动向 固定性髋关节的区区将超过35度 正常的25度大腿区区和10度骨盆前倾至过度区区 最常见的是 这种限制体现为骨盆倾斜增加 而不是大腿位置的改变 然而 在摆动向中期的大腿过度抬高 是踝关节过度折区的常见代常 五种常见的病理机制 限制了髋关节前部组织的活动性 每一种都可以引起髋关节过度区区 主要是区区软缩 卡经素软缩 区宽肌痙磷 疼痛 髋关节融合术 摆动向中期 髋关节过度区区也反映了远端病理表现的代常需求 如过度折区的滑关节 通常情况下 区分运动受限的病理原因依赖于肌垫图 而不是运动分析 髋关节区区软缩 关节囊前部组织或区肌群的缩短 是对髋关节完全伸展最常见的限制 在步行过程中 蓝缩造成了髋关节区区姿势 其功能性意义 随正常角度使用的不同而变化 支撑向末期是具挑战性的阶段 在下肢达到后伸姿势时 大腿能够完全伸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相反 大腿通常会在摆动向中期到承重反应期 保持在20-25度的区区位置 这种程度的蓝缩 会被髋关节的正常姿势所掩盖 髋关节区区蓝缩的一种变异 就是髋关节紧缩 顾名思义 髋关节区区蓝缩的一种变异 髋关节区蓝缩从髋骨的外侧 延伸到颈骨的前外侧 与氧物位比较 在步行过程中 患者表现出更大程度的髋关节伸展兽性 这种改变与负重时发生的内收有关 负重增加了髋关节的紧张性 造成了骨盆的等量前倾 相反 氧物位使髋关节保持一个轻微的外展 外旋姿势 从而减少了甲金素的张力 临床诊断采用氧物位试验 随着髋关节更大程度的外展 区区的髋关节可被完全伸展 当髋关节处于中立位时 身宽受到甲金素蓝缩的限制 甲金素蓝缩患者长期步行时 氧物位测试于标准的Ober测试 这类患者学会利用过度的骨盆旋转 来带长甲金素紧张 氧物位实验对骨盆有很大程度的控制 趋宽肌蓝缩 前身能够刺激晶蓝的肌肉收缩 在步行过程中 当超出肌肉的自主活动范围时 晶蓝的趋宽肌就会做出反应 八块肌肉穿过髋关节前方 任何一块或所有肌肉都可能是晶蓝的 髋关节伸展受限的时间和程度因人而异 同时会有内收、外展和旋转运动的大量重叠 动态肌电图是确定有问题肌肉的唯一方法 同样的 步行中的摆动向 上运动神经元损伤患者晃动肢体时 会引起牵身 可刺激晶卵反应的发生 这将叠加在其他代偿策略上 选择性或协同运动 然而除非存在软缩 否则 超过40度的曲曲是不正常的 疼痛 导致髋关节肿胀的关节炎及其他关节病变 会引起髋关节曲曲姿势 当髋关节曲曲30度至60度时 关节腔内压力减小 因此这个姿势是条件反射性姿势 实际的曲曲程度 随关节病理紧张度的变化而改变 向前行进增加了关节囊的压力 引起更严重的疼痛 单下肢支撑时疼痛降低 关节融合数 无论是由关节融合数 还是自发性关节强直 引起的关节活动度丧失 在全关节置换的时代都十分罕见 通常情况下 为了减少融合后的矿关节在步行时 前途性压力 融合手术将其固定于 15至30度的曲曲位置 相反 宽关节病理性强直导致的自发性融合 随时间进展更可能在30-60度曲曲 这也引起最小关节内压力的姿势一致 步态周期内被影响的时间 取决于关节固定的角度 受力侧肢体的典型带长 包括支撑向末期向后旋转增加 以及骨盆前倾已增加不长 整个支撑向持续膝关节区区 以适应宽关节区区姿势 在整个步态周期内 健康侧宽关节区区增加 部分是由于更大程度的骨盆前倾表现 根据区区姿势的幅度 带长将会是腰椎 换侧膝关节和对侧宽关节受压 主动区区对宽关节过度区区的影响 相对于摆动向中期的直立位置 大腿在摆动向中期 有意识的区区大于30度 以实现褶区足的扩轻 增加的区区可能会持续到摆动向末期 但当肢体接近地面时 宽区区不会持续存在 区区受限 定义 宽关节、大腿、区区角度 少于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 触使着地 承重反应期 摆动向早期 摆动向中期 摆动向末期 功能意义 在承重反应期 宽关节区区受限 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膝关节区区 和怀关节者区 在摆动向 宽关节区区受限 会妨碍肢体向前行进 并缩短不长 足扩轻也会被妨碍 根本原因 区宽肌无力 过程期痙攣或过度活动 协同模式化运动 宽关节疼痛 在承重反应期 故意减少对宽关节 主要伸机的需求 足托转 大腿以小于20度的 区区姿势 完成初始着地 减少了对单侧 宽关节伸机的需求 在摆动向早期 无法区区大腿至15度 宽关节25度 抑制了肢体向前行进 第二个影响是 限制了膝关节区区 原因是 启动该活动所需的 宽关节动能缺乏 反过来 这造成了阻止脱转 和怀关节褶区 因为阻脱转 也会抑制宽关节区区 所以在布袋周期的 其他实相 吸怀的功能 可以解释 观察到的 宽关节活动受限的原因 在其他阶段 没有额外的趋肌活动 来增加宽关节区区 在摆动向中期 无法完成 20度的大腿区区 将妨碍下肢扩轻 在摆动向末期 如果宽关节区区 持续受限 则不长缩短 通常情况下 宽关节区区 不足与肌肉活动 或选择性肌肉控制的 减少有关 趋宽肌无力 激活趋宽肌所需力量 和能力的减低 可导致 不速或不长的损失 这些肌肉功能的丧失提示 步行时 没有趋肌活动的参与 将会引起 严重的身体功能缺损 在正常运动控制下 二级 肌力差 级别的肌肉力量 对于平均步行水平来说 已经足够 上运动神经元病变 通常使患者 借助趋肌协同作用 来使肢体前进 正常的摆动向早期 加速度缺失 因此 下肢在摆动向早期 缓慢区区 在原始模式控制下 髋关节区区 是在摆动向中期结束时 达到最大值 与髋关节区区 达到正常峰值的时间相近 主要身宽肌无力 对于主要身宽肌的最大需求 臀大肌 大收肌 出现在承重反应期 在承重反应期 由于肢体处于一个 更直立的位置 此时身体向量 更靠近髋关节中心点 对髋关节的稳定性需求减少 因此 一种降低对无力 单侧身宽肌需求的方法是 有意识地减少 摆动向后期 髋关节的区区 并且以小于 正常髋关节区区位置 冲击地面 或者 具有选择性控制的患者 会以躯干后倾姿势来带长 以调整身体向量 至髋关节后方 然而 由于对骨肌的需求增加 如果骨四头肌无力 存在 则代长无法完成 身宽肌张力过高 经兰的锅绳肌活动 半磨肌 半剑肌 骨儿头肌长头增加 可能会限制不长 这种是活动增加的刺激 最常发生在摆动向中 末期 髋关节融合数 在摆动向 髋关节区区 由关节被固定的位置决定 只有当髋关节被融合在 小于35度的区区姿势 25度大腿区区时 摆动向姿势不足才出现 当髋关节融合时 摆动前期 应启动的大腿前进 会推直至下肢 没有负端时 髋关节区区受限的 代长措施 当髋关节主要的 区区不足时 有几种代长可推动 肢体向前行进 骨盆后倾 趋骨连合向上 使用腹部肌肉 推动大腿向前行进 环形运动也很常见 结合骨盆的抬高 旋前 以及髋关节的外展运动 以这种方式 向前推进肢体 需要相当多的能量 因为必须移动 较大的驱干质量 主动的过度曲曲膝关节 是间接曲曲髋关节的 一种方法 小腿在后方的 立线排力和足的重量 导致大腿被动的向前行进 以平衡髋关节之下 总的下肢重量 这是适度而有效的 髋关节曲曲的结果 未曲曲的肢体 通过额外的带长 以确保足阔倾的实现 这些带长包括 对侧跳跃 及躯干向对侧倾斜 回缩 定义 在摆动末期 可以观察到大腿向前 再向后的运动 阶段 摆动向末期 功能一 做一种主动运动机制 在摆动向末期 骨肢头肌活动不足时 回缩是一种 确保膝关节 完全伸展的方法 当髋关节是原始 伸肌模式的一部分时 一种非主动性 回缩会出现 由此产生的大腿后移 会阻碍向前行进 并缩短不长 根本原因 骨肢头肌无力 协同模式化运动 怀 膝关节的本体感觉受损 在摆动向末期 髋关节是曲曲的 然后显著的向前移动至 伸展状态 该活动有两种微小的变化 摆动向中期 可能是髋关节 从过度曲曲的阶段 至摆动向末期 伸展是大腿回到 正常的20度姿势 如果在摆动向中期 区区没有超过正常范围 随后的摆动向末期 出现的伸展将引起 出使着地时 曲曲姿势的减少 骨四头肌无力 存在骨四头肌麻痹 和正常的神经控制 脊髓灰质炎的患者 用髋关节回缩运动 来伸展膝关节 快速曲宽 使大腿和颈骨 同时向前移动 快速主动的骨骨回缩 使颈骨在惯性的作用下 继续前进 下肢以这种方式为 出使着地做准备 该动作可能很明显 或者非常微小 协同运动及张力过高 患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其原始运动模式支配 也可以引起回缩的运动模式 在摆动向中期 趋劲模式帮助实现肢体前进和扩轻 在摆动向末期 未知正向做准备时 启动了伸机模式 当伸款机参与到原始运动模式中时 髋关节伸展将随膝关节伸直一起发生 现在 先前趋势的髋关节回缩 表示趋宽和伸膝无法同时发生 过程期张力过高 也可能造成回缩 在摆动向中期 向末期的过渡阶段 对肌肉的快速牵伸 导致肌肉剧烈活动 使大腿由曲曲逆转成伸展 冠状面过渡活动 大腿力线正常排列的偏差 可能是向外或向内的 仪器分析的应用 可确定超出中立位的 正常运动力线排列的微小弧度 在功能上 明显的步态偏差 代表了过渡运动弧度 为适应这些不同的情况 应用过渡内收 过渡外展这些术语 过渡内收 定义 内收角度大于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 可发生在任何阶段 功能意义 在支撑项 过渡内收影响了稳定性 在摆动项 则影响了足阔轻 及肢体前进 根本原因 外展机无力 导致对策骨盆下降 内收机代偿无力的曲宽机 内收机张力过高 或缓缩 下肢长度不一致 在步行过程中的承重阶段 对策骨盆下降 使宽关节内收增加 这个姿势始于承重反应期 并持续整个单下肢支撑阶段 在摆动前期 当身体重量被转移至 对策躯干时 这种姿势被纠正 在摆动向 宽关节过度内收 与整个下肢内侧的 力线排列有关 其开始与摆动向早期 当摆动向宽关节曲曲 和向前行进时 当宽关节内收足够严重 使摆动侧下肢在冠状面上 越过支撑侧下肢时 患者就会出现 所谓的剪刀步态 在摆动向过度内收的结果 使支撑面变窄 当存在严重的剪刀步态 向前行进就会受阻 在对侧中线上的足 接触地面 阻碍了另一侧肢体 向前摆动 在摆动向早期 当足碰撞到支撑腿时 则阻碍了向前行进 引起冠状面偏差的动态原因 涉及肌肉无力 痙攣或带长性替代 静态的力线排列异常 也会导致步行过程中 不恰当的宽关节位置 骨盆倾斜造成 一侧髋关节过度内收 另一侧髋关节过度外展 因此 在寻找造成冠状面偏差的原因时 必须考虑运动和肌肉控制 两种原因 假性内收 过度内收与内旋 合并膝关节区区 相混淆 假性内收 这种肢体姿势的组合 引起膝关节偏向内侧 甚至与另一侧肢体 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 这两种情况 由足的相对靠近程度来区分 假性内收 双足是分开的 相反 当内收真正存在时 双足靠近 造成假性内收的原因 是臀中肌和臀打肌 无力的联合 臀打肌上部 是臀中肌的协同肌 臀打肌能够帮助 外旋和伸展 当负重侧肢体 臀部支撑不足时 会导致鼓内旋和内收 这已被确定为造成运动员 膝关节病骨后膝关节疼痛的原因 习惯做法是 强调锅绳肌和骨四头肌的 协同性训练 这被认为是过分地强调 锅绳肌作为骨四头肌 解抗肌的作用 这使得锅绳肌帮助 髋关节伸展 并基本取代了臀打肌 相同的情况 可能出现在存在 锅绳肌痙磷的脑瘫患者身上 如果内收肌过度活动 不能确定 臀中肌和臀打肌的无力 应被考虑为 甲性内收的一个成因 外展肌无力 为了向前摆动而 抬起对侧足时 该侧骨盆的侧面 失去支撑 而体重落在 支撑侧髋关节的内侧 这在同侧支撑肢体上 产生了强大的外侧内收力矩 宽外展肌 必须保持支撑侧下肢的稳定性 当宽外展肌 即臀中肌 臀小肌混合 力量小于三加级别时 则无法阻止骨盆 和躯干下降至对侧 即对侧下降 对侧下降开始于 承重反应期 身体重量快速转移至 支撑侧下肢时 在负重期 骨盆下降持续存在 只致对侧足 再次在摆动前期着地时 上升的机制才会出现 内收肌作为曲宽肌 在摆动下 内收肌 长收肌 短收肌 和骨薄肌 替代无力或不起作用的卡肌 主要是曲宽肌 导致大腿向内側位移 过度内收 通过前身晃动的肢体 引起内收肌产生 晶蓝性活动 也会导致相同的情况 如果宽管节 在内收肌活动开始时 能够完全伸展 大腿的向前行进 会伴随着外展 在内收肌活动开始时 存在区区姿势 则会造成内旋 内收肌蓝缩 或晶蓝 在整个步态周期 肌紧张时的宽管节的 静态姿势 引起持续性偏差 相当常见的是 内收肌痉蓝 与内悬河区区有关 当患者站立时 痉蓝可模拟蓝缩 但在患者仰卧时 该作用很小 或消失不进 过度外展 定义 外展角度大于 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 可发生在任何阶段 功能意义 在支撑项 过度外展会拓宽支撑面 在摆动项 外展可以减低 肢体相对长度 以帮助实现足扩轻 根本原因 外展肌蓝缩 下肢长度不对称 脊柱侧凸 半骨盆倾斜 膝 怀 足 脚型气 引起内侧边缘 或大腿甲肢疼痛 支撑项大腿 向外侧偏移代表了 宽支撑面部态 这种宽关节过度 外展的形式 增加了站立稳定性 但在步行过程中 将身体从一侧下肢 移动到另一侧 也更费劲 在摆动项 足扩轻变得更容易 外展蓝缩 外展肌或关节囊的缩短 使鼓鼓向外侧偏移 患者的步态 通常表现为 步宽增加 足偏向外侧 和同色骨盆下降的混合 其结果是下肢相对延长 导致摆动项启动困难 外展肌精卵 可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但很少见 相反 内收器张力严重不足 可导致肢体过度外展 恰青素拉紧造成 髋关节外展并伸展 但当髋关节曲曲时 中立位立腺排列 可能会出现 因此 患者通常会表现出 过度曲曲 外展和骨盆倾斜的 混合运动 主动性外展 躯干肌肉控制良好的患者 通常会以外展替代 髋关节曲曲不足 以此作为摆动向向前 推进肢体的手段 通常情况下 髋关节外展是 骨盆旋转 和上台共同完成 复杂的活动 俗成环形运动 同时外展作为 曲干倾斜的一部分 也被用于帮助 实现对色下肢的扩轻 在支撑上 外展被用于 拓宽支撑面 这是一个常用的 对平衡受损的代偿 下肢长度不对称 当受累色下肢 短于对的下肢时 在支撑上 以同侧骨盆下降 来适应下肢长度的不足 这是髋关节过度外展 除非下肢长度 存在严重的不对称 否则这个发现 没有意义 当受累色肢体 长于对的下肢时 在摆动向 髋关节外展 来帮助受累色肢体 完成足扩轻 或者骨盆上台 或髋关节区区增加 来防止受累色肢体的足托转 疼痛 内色腹骨钩疼痛 激发于佩戴不合适的 膝怀足脚型器 KAFO或经骨骨甲肢 这是患者在支撑上 常以过度外展姿势行走 这种姿势减少了 对敏感组织 如内收肌腱尖近端的压缩 但并不是好的 长期解决方案 脊柱侧托半骨盆倾斜 激发于脊柱侧托的骨盆倾斜 使位置较低一侧的 髋关节过度外展 相反 位置较高一侧的髋关节 在大腿处将过度内收 骨盆倾斜也表明 对髋关节固定性外展 或内收的一种适应 对色髋关节内收蓝缩 当对色下肢 负重呈现直律排列时 骨盆向下倾斜 这造成同色骨盆下降 以及瘦内色肢体 髋关节的过度外展 也引起下肢相对延长 如果患者 骨速头肌和身宽肌 有良好的控制 则会以膝关节区区 带长瘦内侧下肢缩短 水平面过度旋转 任何可以观察到的 在肢体水平面上的旋转 都代表了 过度运动中 有五度的正常弧度 十度的总位移 被肢体的前后立线变化 所掩盖 由于正常步态下 空关节旋转的弧度太小 很难通过观察 发现明显的变化 因此 在身体运动时 会有一种流畅的感觉 大腿过度旋转 可引起太多髋关节 骨盆或躯干的活动 因此 必须确定过度旋转的起始点 即肢体位移的程度 过度外旋 定义 外旋角度大于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 可发生在任何阶段 功能意义 过度外旋导致价值呈现 外偏角度增加 外八字的姿势 拓宽了支撑面 有助于越过前足轴前进 帮助摆动足扩轻 过度外旋 也增加了支撑向 宽或膝关节韧带的硬力 根本原因 外旋轮缩 有意识地利用一个放松位置 避免压迫严正关节 臀打击过度活动 带肠支撑向褶曲 蓝缩 以促进前进 带肠摆动向受肋侧下肢过长 宽关节过度外旋 常伴有 并骨朝向外侧 仔细观察同侧骨盆 骨骨科 并骨 滑关节远端 以协助识别 骨骨和骨盆之间的旋转 是否过度 或实际上是否该姿势 出现在相邻位置 入骨盆过度旋后 宽关节过度外旋 有许多原因引起 包括外旋肌过度活动 以及带肠其他关节活动受限 如拇指强直的故意姿势 外旋轮缩 经骨骨节肢的患者 如果术后没有一个合适的姿势 可能会发展成过度外旋 卡经素或臀打肌绷紧 也可造成过度外旋 臀打肌过度活动 正常情况下 过程期是在摆动向末期 是大腿减速的主要肌肉力量 在此阶段的臀打肌过度活动 会引起髋关节快速外旋 有意识地减少髋关节压迫性疼痛 外旋减少了对髋关节的压迫力量 当疼痛或关节肌液存在时 这种姿势是有用的 在单下肢支撑时 如果怀关节褶区阻碍了 颈骨向前行进 过度外旋可伴随明显的足内翻 过度外旋缩短了前足利弊 更容易越过足向前行进 这仿佛是规避 怀背驱不足向前行进的有效方法 摆动向下肢过长的代常 当摆动向下肢相对过长时 伴随外展的外旋运动 是帮助足扩轻的方法 这两种动作是共同术语 环形活动的一部分 过度内旋 定义内旋角度大于正常的特殊阶段 阶段可发生在任何阶段 功能意义 导致肢体足内偏角度增加 内巴刺的姿势 增加支撑向关节外侧的硬力 与之相关联的肢体长度增加 使摆动向阻止扩轻变得更加困难 根本原因 内旋即软缩或筋软 鼓鼓前倾 当骨骚头肌无力时 故意活动已增加 支撑向膝关节稳定性 当髋关节过度内旋时 病骨肠朝向内侧 由于过度内旋 需要密切观察 相邻关节已确定 过度旋转的解剖学起始位置 髋关节过度内旋的发生 有各种不同原因 包括肌肉激活的不恰当时间 软缩 以及对骨骚头肌无力的代偿 内旋过程及过度活动 由于髋关节后 内旋的半膜肌和半肩肌 使这些肌肉成为自然的内旋肌群 痉拦或强烈的原始运动模式 导致这些肌肉的过度活动 使旋转效应更加强烈 因为过程肌是一个关节的曲肌 膝关节和另一个关节的伸肌 宽关节 这些活动可伴随有曲曲或伸肌的原始运动模式 内收肌过度活动 如果宽关节的休息位置存在曲曲 则内收肌引起的宽曲曲会伴有内旋 内旋而非预期的外旋发生 是因为曲曲的位置 是鼓鼓上的肌肉附着点发生了位移 位于宽膝之间的身体向量的前方 外展肌前部过度活动 扩肌膜张肌 臀虫肌前部都可引起内旋 这些肌肉帮助宽关节曲曲时 将造成宽关节过度旋转 鼓四头肌无力 利用膝关节外侧韧带和卡经素 使大腿内旋来抵抗下肢 承重时的始状面推力 否则膝关节将会曲曲 这是对鼓四头肌极度无力或麻痹 导致膝关节无法伸展时的主动代偿 请不吝点赞订阅